必須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依 沒有依 那麼扁案禁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2條第一項規定 奏如下決議 一、扁案不予被查 通知勞動部更正或會旨 二、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通過決議一併送勞動部 那麼在這個案子做了決議之後 我們有登記花園的委員 我們請徐委員永明花園 花園時間兩分鐘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想這個案子是最明顯的 勞動部提出這個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原本應該是還給勞工每週四十小時這個工時 就是週休二日 結果同時又將國定假日由十九日調整為十二日 這是非常可惡的行為 一方面這個變形工時使得加班的規定變得非常混淆 第二個同時剝奪勞工七天的假 引起全台灣勞工的憤怒 結果我們勞動部長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竟然做意識形態的發言 說這七天假各位都不認同為什麼還要放這個假 完全忽視了勞工權益的保障 立法的本意應該是在保障勞工週休二日 結果規定每週四十小時 反而讓它變成變形工時 傷害勞工加班的權益 讓雇主有更大的空間 很少看到一個勞動部會提出這樣的案子 甚至做意識形態的辯護 我想委員會的決議是非常清楚的 我覺得不只要退回更正 本席在這裡也代表時代力量黨團 譴責這樣的勞動部 認為勞動部應該回堆勞基法的基本的精神 勞動部應該認同他自己的角色 而不是在這邊讓資方有更大的空間 去剝奪勞工的權益 我想整個審查的過程 社會看得非常清楚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 也希望勞動部未來拿回去檢討 提出更完整的修正案 謝謝 謝謝徐委員 現在請黃委員韋澤花園 主席各位同仁 主席各位同仁 立法院未還委員會通過 對於勞動部不當的行政舉措的一個決議案 我覺得其實民進黨黨團對於這樣子的提案是支持的 尤其我們對於勞工在臺灣長期的低薪高勞動工時 過勞的情形普遍嚴重的現在 我們覺得其實對於勞工本應有的價 這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也不應該成為一個勞資對立的問題 本教應該還給勞工一個適當的公時 以及他應該有的休假權 那麼我們對於勞動部提出意識形態的一個說法 包括什麼這個假是什麼某某人的紀念日 我們不認同這個人為什麼要放假 我覺得其實用這樣意識形態的方式 隱藏在背後是在替資方說話的一個做法 我們覺得其實深表遺憾 勞動部本來應該站在勞工的立場 無奈卻成為資方的代言人 我們覺得其實這樣的一個出發點跟做法 而且甚至在國會裡面咆哮 這樣的一個態度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因此名稱可以討論 這個放假的緣由可以調整 但是勞工本應該有的這個19天假就應該還給勞工 所以對於勞工我們今天希望說 經過這個決議之後 勞動部能夠順應潮流 能夠這個尊重國會也要還勞工應該是有 應該有的這個假期的權利 那將來在520之後 新的勞動部絕對要全力來捍衛勞工的權益 該有的價 該有的這個薪資 絕對應該還給勞工 好 謝謝黃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 每次會議討論四項均已處理完畢 4月12日 星期二下午5時 繼續開會 處理臨時提案 現在休息 那又 caregivers 二下午5時 感谢观看